兄弟们,今天来玩一个有384万人玩过的整活吃豆土,过关要吃够3000分豆子,不过开局就是一片五分豆园子,看来作者还是蛮贴心的嘛。 旁边还有一个被拱起来的五分豆,看着就很不一般,垫个箱子直接吃掉。 我去,竟然是一窝子五分豆,站得高的豆子果然不一般啊。 嘿嘿,发现一个小型传送门。 居然是个老六传送门,真是无语死了,平台周围还有两个关卡挑战,先给大伙展示一下我的身法。 这绝对是你了! 哎,不是,这弹性有点强啊,不过问题不大,所有豆子轻松拿下,还有一个阴浪台阶,凭借十年练就的风骚走位。 一大波五分豆简简单单输入囊中,前面一个缩小药水,这不摆明了房间周围有东西吗? 看吧,五分豆就藏在房子后面。 旁边还有个传送门。 我去,还是那个老六传送门,来到二楼,只有一片绿色的一分豆,还有一扇大门,大门后面是一个两分豆,话说这二楼也太寒酸了吧,这还差七百多个豆子,可这也看不到哪里还有豆子了。 哎,那边还有一个彩虹平台,果然有秘密。 前方发现两分豆的老家。 吃饱豆子回家睡觉。 吃饱豆子回家随便了。